远离头痛地雷! 脑科权威告诉你,哪些食物是天然止痛专家? 负含钙镁料理,稳定血管减少头痛 有些营养素能缓解脑部的兴奋状态,降低偏头痛发作频率,例如铭、维生素A2、钙与食物纤维等 其中,钙与铭能够相互发挥作用,调节肌肉生理机能,并且促进心血管功能正常运作 值得一提的是,钙、鎂还能够抑制血管收缩的幕后黑手血清素的异常分泌,进而达到舒缓大脑的作用 此外,充分摄取钙与铭,有助稳定血管机能,但过两则可能导致腹泻 因此,定时定量摄取才是安心保健之道 维生素A2与钙则有抑制大脑亢奋的效果 以日本人为例,其维生素A2摄取量普遍不足,建议不妨多加摄取 食物纤维能稳定情绪,还具有降血糖、血压与降胆固醇的作用 可说多多一扇,尤其推荐,寒天、地瓜等食材 多分食物会加重偏头痛,少吃为妙 有些食物如红酒、橄榄油、巧克力、起司、火腿、香肠、如意式香肠、柑橘类水果等,偏头痛的人应避免摄取 也许你会纳闷为什么这些食物不能多吃 这是因为其中所含的多分成分 虽然对于心血管疾病很有帮助 然而多数有益健康的食品 其实都具有促进血管疏张的作用 血管扩张就能加速血液循环 但这对于偏头痛或从发性头痛患者而言 反而都是诱发头痛,使症状加剧的导火线 另外,减重食品中常见的天门东西岸,Aspiragy,成分 也是种促进循环的氨基酸,摄取前务必详加确认 反之,如果是紧张性头痛病患 就建议多吃具有促进血管扩张功效的食物 也能有效改善耳朵引起的晕眩、耳鸣等症状 不同类型的头痛、处理方式也大不相同 务必了解引起头痛的是脑部还是耳朵 或先确认自己的头痛类型 才能真正对症下药 心血管疾病 脂动脉硬化、脑梗塞、脑出血、蜘蛛网膜下腔出血、心肌梗塞等疾病 富含钙煤料理、稳定血管减少头痛 有些营养素能缓解脑部的兴奋状态 降低偏头痛发作频率 例如铭、维生素A2、钙与食物纤维等 其中、钙与铭能够相互发挥作用 调节肌肉生理机能 并且促进心血管功能正常运作 值得一提的是 钙、铭还能够抑制血管收缩的幕后黑手血清素的异常分泌 进而达到舒缓大脑的作用 此外,充分摄取钙与铭,有助稳定血管机能,但过两则可能导致腹泻 因此,定时定量摄取才是安心保健之道 维生素A2与钙则有抑制大脑亢奋的效果 以日本人为例,其维生素A2摄取量普遍不足 建议不妨多加摄取 食物纤维能稳定情绪 还具有降血糖、血压与降胆固醇的作用 可说多多一扇 尤其推荐牛棒、寒天、地瓜等食材 多分食物会加重偏头痛、少吃为妙 有些食物如红酒、橄榄油、巧克力、起司、火腿、香肠、如意式香肠、柑橘类水果 等偏头痛的人应避免摄取 也许你会纳闷为什么这些食物不能多吃 这是因为其中所含的多分成分 虽然对于心血管疾病很有帮助 然而多数有益健康的食品 其实都具有促进血管疏张的作用 血管扩张就能加速血液循环 但这对于偏头痛或从发性头痛患者而言 反而都是诱发头痛 使症状加剧的导火线 另外 减重食品中常见的天门东西岸 Aspiragin 成分 也是种促进循环的氨基酸 摄取前务必详加确认 反之 如果是紧张性头痛病患 就建议多吃具有促进血管扩张功效的食物 也能有效改善耳朵引起的晕眩 耳鸣等症状 不同类型的头痛 处理方式也大不相同 务必了解引起头痛的是脑部还是耳朵 或先确认自己的头痛类型 才能真正对症下药 心血管疾病 脂动脉硬化 脑梗塞 脑出血 蜘蛛网膜下腔出血 心肌梗塞等疾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